嗨 拜拜 拜拜 看着她哭就很冰冷 我的天 老婆你怎么还没睡 十一点了耶 帮佣人准备明天的东西啊 我觉得我心里比她还在 是期待吗 一个不是期待吧 紧张 担心 不安 但是她会不会一直哭 会不会不吃东西 这就是妈妈的担心 不知道耶 大家 其他妈妈会不会这样 就是 小孩第一天去上学 因为你是这样子的吃不着 然后一直看着她的东西 有没有想什么啊 有没有准备齐全啊 那种 整天顾她的时候 就很想把她送出去 但是当真的要送她出去的时候 又很担心 hello 今天是小小羊第一天上课 我们要上课了哦 好棒哦 我们是单男孩 是我们很勇敢 对不对 我们超级勇敢的 我们今天去上课啊 会有新朋友 新老师 对不对 我们要好好玩 好不好 不要哭哭哦 乖哦 宝贝 哇你看里面好多小朋友哦 对不对 男 男 男 好吃 好吃哦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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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为什么要哭 为什么呢 妈妈乖 拜拜 因为她现在比较会认人 然后会去找人 所以她现在很会哭 看着她哭就很冰冷 但每个人父母都会这样啊 在家哭的时候都觉得吵死了 然后在外面哭的时候就 哎 怎么可以哭 明明在家哭 明明在家她哭的时候 臉都臭得要死 哈哈 刚刚给我安静 不然就是叫爸爸抓去啊 快点 超死了 然后结果现在怎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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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一步三回头 哈哈 小孩去上课第一天 我们回来要做什么 就是 大城里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家庭都这样 就是小孩去上 就平常小孩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就小忙小乱 感觉要 就只是说 一整天的时间都留给小孩了 什么事都没法做 所以 她去上课的第一天 一定要 家里大城里 再来是镜子 有小朋友之后才发现 镜子不是用招我们的 就是给她玩 哈哈 很脏 都是她的手 好 很脏哦 超级脏的 这是我们睡的床 很脏 你知道吗 是真的很多灰尘 我的天 差不多这样子的 其实里面还很脏哦 但是我说算了 为什么我会那么早给小小羊去突然中心呢 也是 某一部分 就是我想说 让她早点去接住外面的 好环境 还有自己活动 因为她如果在家里的话 我什么都赢了她 因为只有她跟我而已嘛 她需要什么 我马上提供给她 然后教授给她一个习惯 就是说 我要什么一定要有这样子的 反正去外面也有外面的好处啦 其实在她离开我的拥抱之后 我心里已经觉得 哇 好心疼她了 就是很想把她抱回家 这样自己照顾这样子的 然后 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啊 她看到我们离开了 然后她出步很大声 就是很心疼我自己的小孩 我相信 大家如果 你们有小孩 然后要住 要住 要住去脱印啊 还是住去上学的第一天 第二天啊 大家心情也会跟我一样的 我现在要去接小小羊了 今天第一天是我会比较早 去接她 现在是 3点半 今天老师转来了照片啊 看她眼泪 看她眼睛湿湿的 真的是 身为父母 身为妈妈 就觉得超扯不得的 妈妈来了 妈妈来 宝贝妈妈来了 接到了 宝贝你笑一个好不好 耶 开心对不对 哈喽 我们要回家了哟 给大家看她的脸 今天我接她的时候 还以为她会哭 结果没有呢 上车的时候就开心了 对不对 慢慢慢慢慢慢 看她脸 她就对我生气 你今天把我丢在那边 一层天 一层天 真是我不爽了 我不开心了 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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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张杀 四企每次 深大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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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下午就来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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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进去抱她 想进去抱她 拜拜 好 我多么大心 拜拜 第二天带小小羊去上课 我们到的时候 他叫马香哭了 今天是第四天小小羊去上学了 结果交给老师的时候 他哭声比较温柔一点 没有那么包哭 没有像第一天第二天的那种哭了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比较习惯了 比较只要那个心听到哭不会那么痛了 不然第一天第二天听到他哭真的是心痛 是很想把他抱走 然后带回家 第一天第二天的哭不一样 2,000年之后 准备上快乐 跟妈妈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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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要找老师 我爸爸伤心耶 跟妈妈拜拜好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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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的适应力就那么快 现在回想都不知道我们以前在难过什么 好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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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